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引了来自潮汕 台湾 东北等地的120多家美食商前来参展 汇催了海内外上千种美食 而客家菜则是美食节上的重头戏 广东梅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客家人聚集中心和文化中心 被称为世界客都 客家先民在那儿孕育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客家美食 您看这道菜叫盐菊鸡 是客家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招牌菜 据说这道菜是客家先民在漫长的迁徙之路上 为了储存食物无意间创造出来的 用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举置出的鸡肉呢 是皮脆肉滑 骨肉鲜香 青年节祭祖是客家人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一次家族活动 很多身居海外的客家游子会在这一天返回家乡 与族人一起祭拜仙祖 这是一场家族的盛会 也是一场美食的盛宴 因为祭祀活动结束之后 供桌上这些丰富的祭品 会被制作成第一道的客家美食 供全族人与祖先同分享 客家人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通常是鸡肉 因为鸡 鞋 鸡 鸡 又开袭大鸡之意 中华美食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 大多被各大菜系各式流派所供用 唯独客家人有着自成一派的制作方法 盐局 据说这种烹饪方法 形成与客家先民的先洗之路 由于客家先民在南鲜过程中 经常受到异族侵扰 难以安居 被迫搬迁到一个又一个地方 在搬迁过程中 活勤不便携带 便将其宰杀放入盐包 以便储存 到了搬迁地后 储存携带的盐机 既缓解了物资的匮乏 又可以滋补身体 生活稳定下来后 盐机得到进一步改良 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客家名菜 盐局机 虽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烹饪方法 但是想做好这道客家名菜 并不容易 厨师宋志芳 曾荣获客家菜烹饪大赛的金奖 他认为要做好这道菜 对鸡肉的选择非常重要 代表着就是我们客家养的那个三黄鸡 这个对这个鸡呢 肉质比较适应的鸡肉 口感比较好 鸡肉 把沙浆磨成粉 与盐和味精调和在一起 均匀涂抹到三黄鸡上 然后用纸把整只鸡包裹起来 把那个盐的香味能够 包裹鸡肉的纸也是很有讲究的 上面两层用的是轻薄透气的纱纸 而最下面一层用的是本地产的一种草纸 这个为什么要用两种纸啊 这个纸呢 第一层纸就是防止鸡里面的水分 把它跑出去 第二层纸呢 它的作用是防止外面的盐 不然是鸡里面的纸 还有防止外面的水进鸡里面 因为鸡里面的胭脂已经有味道了 明大以前水进去 那个鸡就太咸了 吃不了了 包裹好鸡肉就要开始炒盐 这是神圳的海盐 对对没有添加加点的 这个盐粒很大 对对对粗盐来的 盐粒粗呢 它主要厨厂的热量比较高 对因为它这个一做鸡的时候 它鸡的时间又比较长 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它鸡熟 就靠这个盐 对对对靠这个盐的温度 把那个鸡鸡熟了 锅里的盐要在大火加热下不断翻炒 直到盐的表面冒起轻烟 颜色也逐渐油摆变灰时 就算炒好了 你看你看除了放在这里很炭的 我觉得那个盐很炭 对对 把炒热的粗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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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宋师傅打开纸包的一瞬间 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 哇 好香 变成金黄色了 对对对 你看刚才开心 很厚的脂肪现在已经没有了 脂肪都已经被鸡干了 对 鸡干了 对 这样撕着吃 传统的盐鸡鸡是要用手撕着吃的 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出 这脾爽 肉滑 骨香的原始风味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 客家县民想尽一切办法 来储存有限的食物 除了盐鸡鸡 另一道客家名菜 梅菜透肉 也是他们为储存食物而创作出的美味佳肴 你看这巨大的包子 它的重量高达892公斤 相当于两头成年黄牛的重量了 就在不久之前 这个台湾桃园县的客家人制作的包子 创造了世界最大菜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客家菜包跟我们平时北方餐桌上 见到的包子可不太一样 最大的差异就在包子皮上 客家菜包的包子皮不是用面粉做的 用的是糯米 因为岭南地区的粮食种类是以稻米为主 所以用稻米来制作食物 也是客家美食的一大特色 其实从中原迁居岭南的客家人 骨子里依然是保留着中原传统的习俗和文化 逢年过节也希望能够像中原地区那样 吃上一顿饺子 但是岭南地区缺少面粉 客家人很难保持在年节的时候包饺子的习俗 于是他们就地取材 用豆腐代替了饺子皮 创造出了这道客家名菜 酿豆腐 那么客家人又是怎么样用豆腐来包饺子的呢 客家菜方位的形成 伴随着客家名系的形成 就像客家化保留着中州古运一样 每周客家菜也同样保留着中原传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色 著名的客家菜酿豆腐 就是客家人在特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 既满足精神又满足口味的客家美食 酿是客家化的动词 表示植入馅料的意思 酿豆腐就是有馅的豆腐 据说这种做法是从中原的饺子演变而来的 让豆腐就是跟我们北方的民族先签了个饺子 做成那个饺子的形状 我们来到南方因为没有那个小麦 做面粉 所以说我们为了纪念鲜明 我们就用这个豆腐让豆腐带进那个饺子 就像饺子 对对对 在中原地区千百年来 饺子作为贺岁食品 香盐成袭 流传至今 客家人南迁广东后 因岭南缺少面粉 很难保持这一习俗 于是他们就地取材 以猪肉和蔬菜做馅料 把豆腐切成三角形做皮 制成了这样的豆腐饺子 酿豆腐做得好不好吃 豆腐是关键 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饭店的阿湘姐说 最好吃的豆腐 就是用这种传统的石墨 没出来的 这样没出来的豆腐 比机器做得好吃吗 最好吃的豆腐 这是南驰这样做的 泡台湾的摸到脚蛋糯 泡台湾的摸到脚 我去看着就好细 它好细很细 对 石墨豆腐虽然好吃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古老的墨盘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阿湘姐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认识石墨了 更别说会推墨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记者也来尝试一下这古老的记忆 来 来 来 好 可以啊 起屁了 有你在 可以啊 自己试试吧 可以啊 自己试试吧 好 再好啊 来 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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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帮推的时候 倒不来 再进去这样 不要去又拉进来 好 来 一 哎呦 老虎 不够你啊 不是不够你 你又要更平凡 不平凡 你更平凡嘛 松子要更平凡 好累啊 再来吧 再来吧 来吧 来吧 再吃 来 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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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糟 来 看来 这磨豆腐不光是个体力活儿 更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 摸出来的豆浆经过过滤煮沸 点卤等几道工序后冷却成形 就变成这香喷喷的豆腐块儿了 太香了 走来 吃的 阿湘姐说 这种采用点卤方法制成的豆腐 含有优质的蛋白 不仅口感嫩滑 还有一定的柔韧性 在放入馅料的时候 不容易被称呼 对对对 最好把那个熟 熟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很口眼 这个线太多 或蒸或煮 或煎 或煎 或包 奉念过节 客家人的餐桌上 总少不了一盘酿豆腐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沿袭中原文化 寄托思乡之情 因为面粉的稀缺 千居岭南的客家人 无法在这里延续中原品种繁多的面食文化 然而他们却因地质疑 用当地盛产的道理 将米食演绎得丰富多彩 走在梅州的街头 像这样售卖客家小吃的店铺随处可见 这些形态不一 颜色各异的美食 都是用米浆做成的 客家人把大米制成的各式糕点 统称为板 这是梅州街头 一家专门制作和售卖板食的小店 店铺面积不大 但一天卖出的板食 竟多达一万多吃 足以见识客家人对板食的偏爱 用发酵的米浆做成的板 称为发板 因为与发财的发同音 客家人给他赋予了一个发财的好意套 逢年过节或洗净的日子里 客家人都要吃发板 除了这个板 我们客家还有这种 这种就叫密浆板 这也是板 这个是密浆板 这个是白糖的 这种是红糖的 加工方法不同 这种是发酵的 这种是没有发酵的 事实上 客家的板食种类有数十种之多 除了与年节的传统密切结合外 板食在二十四节气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几乎每一个食令和节气 都有与之对应的板食 现在正是清明 最畅销的就是这种清明板 客家人说可以避养 一个就是除湿 清明的时候 区药比较草湿 除湿就是取这种的用 里面加了这些草药 这个是白头翁 这个是厨叶 这是艾叶 还有这是钓 极死痕 每到清明世界 生活在广东梅州的客家人 便从山里采回各种新鲜的药草 他们将药草清洗干净 碾磨成枝 把枝叶与糯米面缠合在一起 用来制作清明板 早期的客家县民 立足在一个必须与天真与地争的画外之一 生活的动荡 环境的恶别 使客家鲜民磨练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 因此客家饮食中的养生保健意识尤为鲜民 产妇坐月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 坐月子期间的饮食也有不少特别的讲究 比如福建人用挡身炖龙眼干当水喝 这样有厨师驱风的效果 海南人则是喝黑豆水 用黑豆煮水再加上红糖 而山东妇女月子里 少不了的补品就是鳄椒大枣羹 我们再来看这道菜 叫娘酒鸡 是客家人用姜末鸡肉和娘酒来烹制的 娘酒鸡不仅是客家人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更是客家妇女产后进补的必需品 做娘酒鸡的用料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选料却非常讲究 就拿这个娘酒来说吧 它必须是提前一年酿造的陈酒 不能用新酿的酒 所以在广东梅州 从得知女人怀孕的那一天 家里人就得开始准备娘酒了 每一个生完孩子的女人 在月子里都要吃娘酒鸡 据说一位产妇一个月要吃掉二十多只鸡 喝完两坛娘酒 那这娘酒究竟又是怎么样酿制的 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 客家菜在用料上讲究野生 家养 材料天然 在刀骨上讲究粗刀大块 不破坏食物的营养和纤维 在烹饪方法上 客家菜吐出煮 煲 炖 而在膳食的搭配上 喜欢用药材调理阴阳 并根据食令增减食物的品种 客家人用姜末 鸡肉和娘酒烹制的娘酒鸡 就是一道滋补养生的客家名菜 客家人认为 娘酒炖鸡性温热而驱寒湿 是客家妇女产后进步的地虚品 当地人说 在农村如果谁家飘出了娘酒鸡的味道 那十有八九 这户人家刚生了小孩 果然 寻着醇香的娘酒味 我们找到了正在做娘酒鸡的一户人家 这那个娘酒鸡是吗 是 炒鸡酒 这个叫炒鸡酒 炒鸡酒 对 炒鸡酒 好香这个味道 这锅里在做着呢 是 近一个月来 每天中午 范慧珍都要住一大锅鸡酒 因为家里有两位 刚生完小孩的产妇 媳妇 咋叫你啊 我的同学生呢 是 拍四天 好福气啊 范慧珍说 女儿和儿媳妇 从生完小孩的第一天起 就开始吃娘酒鸡了 大家都要吃的 做一只只要吃这个的 我们都是自动为人家来的 每顿都要吃 一天三顿都要吃 三顿都要吃 一天三餐啊 是 身体好啊 有母链啊 比较多啊 吃的这个母肉会多啊 是 那这做一个月子的 要吃掉多少只鸡啊 一共一个人要起码的二十多个 哦 是 那酒呢 喝了多少盘酒啊 哎呦 喝了一个人两盘子 两盘子 多大的盘子啊 哎呀 就是好大 好大的 哦 那酒量都很大哦 客家里人 是 他喜欢吃的就吃到一点 不喜欢的就吃少一点 就是这样 都要吃的 反正都要 大家都一直都这样吃 客家人认为 娘酒剂的功效 主要来源于娘酒 所以 从得知女人怀孕的那一天 家里人就要开始准备娘酒了 不过 酿好的娘酒 是不能直接给产妇使用的 要在酒中加入姜片 大参 黑豆等药材 然后用木屑或稻草 围上三千三叶 让酒里面的湿气完全挥发 这样的娘酒才有补中益气 驱寒湿的滋补功效 客家娘酒是一种糯米酒 据说已有上千年历史了 客家女人几乎各个都经意酿制这种糯米酒 而之所以把这种糯米酒称之为娘酒 也是对客家女人勤劳心灵手巧的褒奖 将糯米饭均匀的摊开 散热降温 这就是熟米饭嘛 那熟米饭很好吃 尝一尝吧 嗯 挺香 挺香的啊 温度降下来之后 就可以加入酒饼了 就是用来发酵的 发酵 就用本来 就这个空做材料的 就跟猪馒头 要用那个酵母一样的是吗 对对对 把它摸一下 你看看它这样 对 要把它拌圆一点 对对对拌圆一点 加入酒饼后 要不断进行搅拌 让糯米饭和酒饼能够充分接触 把搅拌好的糯米饭 装入事先已经清洗干净的酒缸 去保酒饼和糯米饭 完全混合均匀后 将缸里的糯米饭用力压实 这时阿湘姐在糯米饭的中央 挖了一个洞 这是做什么呀 做鸡嘛 做鸡 做鸡 对 两鸡 它有些 在这里面 在下面 哦 就到时候它那个发酵好了 对 酒就在这下面嘛 酒就渗出来了 对对渗出来 一天就明天一个堆食 二十四小时 二十小时 这个就一点点了 一个礼拜就准备了 生泡了 生泡了 一个礼拜以后这个酒 就能把这个米就腌盖了 对对对对 很长时间 这个是什么 那不不不不干喝otic 不精业 对对 阿湘姐说客家人酿酒 这是必不可少的 放这个有什么用呢 避邪 流血 就是客家人酿酒 酿酒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 传统是这样 拿它盖上 上面就高一点好的东西 就可以了 一定要有温度的 那要不放这个不精业 会怎么样 不行的 酒不出来的 哦 还有这种说法 不是只有说法真的有的啦 一定啊 做不成久的 祖先留下的酿酒规矩 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神秘的色彩 但这或许正是当年一路历尽艰辛 来到这里求生存的客家先民 对大自然 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 所表达的尊崇和敬畏 客家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各种圆形的食物 像这样的客家咸汤圆 圆形的板石 还有各种圆形的丸子 经过饱受离别和迁徙之苦的客家先民 传承着中华民族对于圆满团圆的美好追求 更是把这种圆的心态 圆的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不仅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建成这种圆的形状 取名围龙屋 就连吃的食物也喜欢做成圆形 客家人在赞美着圆 歌颂着圆 也期待着一个又一个的团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